为了要美化乡村景点 凤林镇公所在去年11月 在凤林溪高滩地上 种植了广达四公顷的波斯菊花海 希望在春节期间 民众到凤林镇的时候 有更多的旅游景点 可以欣赏客家大镇的文化和乡村之美 长约两公里广达四公顷的波斯菊花海 吸引游客驻驻打卡掰照 没错这里就是凤林溪的高滩地 凤林镇公所为了美化环境 借由高滩地的地形 种植了四公顷的波斯菊花海 让附近的居民看到也都相当惊艳 之前都没有过吗 没有 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他们弄 这全部是四公顷 你会不会希望他们持续在做这样的一个美化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啊 希望 凤林镇长肖文龙也表示 为了让民众来到花莲的中区凤林镇 有更多的景点可以欣赏 并且能够美化环境 所以突发奇想在高滩地上种植波斯花海 凤林镇这一次在春节前的时期间 我们特别中了一个一段花莲锡的河底的花海 长约两公里 这个花海可能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长期 大家一般人的想法是说 河里只能做输尽功能 但是我们把它利用作为花海 那这一段的花海的周边环境是相当的漂亮 也有很多生态 欢迎大家在春节前后来这里观赏我们凤林的环境怎么会那么漂亮 为什么会想到说把河底来做花海 那我们那里面也有波斯吉 那也有种萝卜 我们希望说过年的那段时间 我们萝卜可能可以采收 可以做一些美食 来给我们民众大家来品尝 不只美化环境也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打卡拍照 凤林镇公所也在高餐地上种植萝卜 希望在1月30号的渐走活动 可以让民众品尝 并且也能够欣赏这美丽的花海景致 记者凌杰凤林镇采访报道